我們跟各位介紹一個磁碟觀念 我先問一下大家好了 請問你有沒有過那個磁碟空間不大夠的時候 你都怎麼處理 想辦法刪嘛 但是你都從哪裡刪 檔案總管是一個方式嘛對不對 可是檔案總管你可以看大小 可是當你的檔案很多的時候其實是不是就不太好看 我們來試看看這一個 這個呢我放在各位的這個叫做 應該是檔案管理類的齁 我把它放在這個檔案管理類這裡面 你可以看一下萬一你的空間不太夠的時候你可以用這個齁 那它不用安裝你就直接執行就好了 它裡面有一個黃色的 它只會問你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看的是哪一個磁碟機 好我要看這個磁碟機 OK 請問各位在看檔案的時候有沒有比較清楚哪一個檔案比較大 不用讀數字嘛 比較大塊就比較大嘛 這樣很簡單喔 所以如果萬一你真的空間不夠 那你要急著清出比較大的空間來的時候 這樣一看就一目了然 那看到了可不可以刪當然可以 如果你點到它假設這個我不要的 按右鍵它就是檔案總管 直接就可以刪掉 好那你假設你看的是一個資料夾 你就可以繼續再點下去 每一個資料夾它又會弄給你看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其實說真的我覺得 你如果是需要做一些 檔案空間挪動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蠻好的方法 這程式會在裡面嗎 還是純粹檔案而已 所以這樣會記出來的 什麼意思 不是說裡面裡面有點 不是有數分資料夾還是數分檔案 都有 比如說這個暫存區 這個就是資料夾 Double Click 你看它說Double Click to Room 對不對 你可以點兩下就進這個資料夾去看 我現在看的是整個磁碟機 存機4.11 對 好那所以我如果要看這個暫存區 我就點這裡 這個它又展開 這裡只看什麼 暫存區裡面的 我所放的東西 但是比較不一樣就是 我們傳統的都是靠數字 裡面那個顏色代表是什麼 這個 這個是DIP 你看到這個都是DIP 有的是 黃色 這個是 我看一下 資料夾 橘色的是資料夾 應該是橘色的 其實實際上應該是橘色 橘色的資料夾 對 這個是檔案 這個 空間 空間剩餘的 它用什麼代表 空白嗎 空間剩餘的 它沒有 沒有沒有 它沒有 它主要是顯示有佔用的 有佔用的 新星 這個嗎 對 按下去 我看一下 哦 哦 修FreeSpace 有 有 在前面 欸 我剩的這麼少嗎 因為我是覺得這個還不錯啦 你在 找的時候 有有有 這裡有FreeSpace 有沒有 所以 32G還蠻多的啦 對 所以這個是 等於 你用比較視覺化的方式去做一個處理 好 這樣我們在看資料的時候就相對比較容易 你再看一下剩下多少 要不要再看了 嗯 對啊 總之你比較容易找到大的檔案嘛 佔空間的這樣很容易就找到了 好 OK啦 這是小玩